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毕竟也是民间组成的 他们怎么可能有政府专业呢 因为他们就被男主等人发现 大部分武装人员当场就被击毙 同时被杀的还有很多偷渡的平民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 这时候的政府采取的政策基本就是一锅端 无论你是黄牛还是平民都得死 而这件事情也在地球上引起了热议 政府对外声称这只是意外 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政府这是故意的 因为在建造新地球的时候 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就这样一转眼15年过去了 男主每天都在重复这杀戮杀戮再杀戮 在这些年里 死在他手上的偷渡客也不计其数 其实男主并没有那么冷血 在执行动物的时候 他也只杀那些武装人员 对没有武力的平民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毕竟偷渡的人本身上不是什么坏人 他们只是单纯的没钱 并在过去的15年里 男主的内心一直非常纠结 意想起死在自己手上的人 男主就会通过喝酒来转移注意力 除此之外 他还会找几个活跃在灯火栏珊下的搬运工 来缓解自己的疲劳 这天又找搬运工的他 在新的女孩的脖子上发现了一个纹身 这让男主想起了15年前的那场屠杀 接着男主就失去了兴趣 开始和搬运工女主聊起了天 在聊天的过程中 男主得知 女主所在的酒吧承诺 只要女主坐满三年 他们就可以给女主他们一个偷渡的名额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男主在过去的任务中早就发现 酒吧其实一直在欺骗这些女孩 只要女孩坐满五年 他们就会偷偷干掉女孩们 毕竟营运的路费真是太过于昂贵 酒吧怎么可能舍得为他们出这样一大笔费用呢 接着男主就把酒吧的阴谋告诉了女主 但天真的女主要面就不相信男主的话 接着女主还发现了男主就是警察的事情 女主也立刻意识到了 自己刚才的聊天 或许已经把自己营运的梦想也塞在了摇篮里 最后生气的女主只能躲门而出 就这样的时间又过去了半个月 男主也厌倦了现在的工作 因此他就递交了前往新地球的申请 很快他的申请就获得了拼准 因为男主本来就是政府的重要工作人员 而且他还在部队服役了15年 所以名额什么的自然少不了 不过在男主即将出发的前几天 他又见到了女主 女主浑身湿起的喘入了男主的家中 原来自从上次男主给他说了酒吧的阴谋后 女主就一直在偷偷调查这件事情 在跟踪了一段时间后 他果然看到了男主所说的画面 那些干完五年的女孩 其实压根没有离开地球 只是被酒吧偷偷暗杀了 女主被酒吧的人发现了 结果就被酒吧的人一路追杀 最后他才想起了男主 于是就跑到了男主家里求助 很快在男主的帮助下 追杀女主的三个杀手就被男主迅速给解决掉了 不过在打斗的过程中 男主也受了很严重的伤 他看着婚姻的女主最终做了一个决定 那就是把自己的眼睛送给女主 因为登上移民飞船需要红膜识别 如果没有眼睛 女主就无法通过识别登上飞船 那么为什么男主要这么做呢 其实女主就是15年前那场胡杀的幸存者之一 男主看到还是女孩的女主 清楚善意的就帮了他 而女孩的脖子上刚好就有那个纹身 因此愧疚的男主最终还是选择了赎罪 电影的最后女主重坐飞船来到了新地球 而男主则自己留在了旧地球 女主看着玻璃上反射的眼睛 也想起了15年前的那个警察 现在他才明白 为什么男主要帮助他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其实看完电影 话就只想说外国的政府好无情 如果是我们的政府 大家一定可以一起离开地球 不知道小伙伴们怎么看 你们认为如果这一天真的到来 大家可以一起离开吗 好了我是奋斗了 一年也没存够十万粉的原汁花姐 如果小伙伴们喜欢花姐的解说 可以订阅花姐的频道 要推进电影的小伙伴们 记得后台私信花姐哦 记得推荐科幻和灾难类的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 大妈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